中生一響小跑步進校園 台中一中28號這天進行實體期末考 不過到場學生溜溜無幾 教室內防疫口場座位也間隔1.5公尺 班級的硬考人數大幅減少 大部分都不想考而已 線上教學成效很差 我是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有沒有考都沒有關係 就是有考也是給自己一個挑戰吧 就是因為先前在校生連署 喊話希望將實體考試改為線上 但被校方否決 除了高三生外 全校有一千八百名考生 就有330人請防疫假 在7月20號到21號這兩天 我們也規劃了補行考試 那提供給今天跟明天兩天 因為居家隔離或者是確診的同學 是被迫無法到校來應試的 那我們提供給這兩類同學 能夠有補考的一個機會 現在有學生反映 有無實體到場考試 期末的計分標準 恐怕也受影響 這數字高低 有關未來升學 如果成績很好的話 考試考出來成績很好 那就影響不大 但是如果成績不好的話 請假平時成績占比較高 一定會比較賺 因為你別人來考你的那個第三次斷考就是空白 那你如果很在意說 我不想要讓我的斷考或是說我的成績單上面會有一個對我自己沒辦法交代 其實我覺得這也沒有對錯 就是家長跟學生溝通好這樣就OK 而同天考試的還有台中女中 請防疫假的學生超過一百六十人 校方則是規定下周七月五號七月六號統一補考 確保評分的公平性 環宇新聞紅世辰劉沛婷 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